美国国会一个专门委员会星期31月16日 发表一份关于中国人权和法治现状的报告 报告认为中国政府继续使用威权治理工具 限制他的公民基本人权 濫用国际刑警组织机制 对在境外的中国议议人士和公民进行跨境镇压 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这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和法治发展的2022年度报告 是由美国国会两党两院议员领导的 国会行政党局中国委员会CECC发表的 国会参议员杰夫·麦克利和国会众议员尖姆斯·麦歌文 分别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和共同主席 委员会主席麦克利发表声明说 中国共产党上个月召开的第20次 党代会加强习近平对中国权力杠杆的控制 而这些权力杠杆继续被武器化 用来对抗中国人民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境外人民的普世人权 他说该委员会的这份报告 记录了威权控制的现实 和中国当局人权观的道德破产 他补充说 报告体现了美国两党和整个政府的共识 美国必须继续在美国政府中展开工作 保护那些逃离迫害 面临跨国镇压 反抗脅逼 或者担心自己的文化被摧毁的人 该委员会共同主席 麦过文则表示 委员会的这份报告记录了中国政府继续使用 威权治理工具来集中权力 限制基本人权并对多数人进行社会控制的事实 麦过文众议员说 我们继继继续关注跨国镇压 当前中国当局已经进入美国和其他国家镇压批评中国政策的人士 我们将会继续记录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特权 对穆斯林、藏人和香港人的严厉镇压 2022年年度报告详细 聚述了中国政府有系统地对批评中国共产党政策的人 维权人士和人权律师 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妇女权利 倡导者以及少数民族人士实施残酷的审查、酷刑和拘押手段 联系组